52. 新京報 國產酒育者一帶一路轉營 2015年7月14日新食品週刊食報 B.16一週食信黃淑坤新京報信 記者黃淑坤,致享匯酒業沙龍登一在北京舉行 探討處於調整其的國產酒肯業如何 借一帶一路基於向國際化轉營 中國酒業協會常務副理事長王琦表示 今年上半年整個酒業發展較平穩 但仍處於調整期,面臨轉營壓力,轉向國際市場 是中國酒業發展的一個新機遇 奔走集團董事長李秋喜建議 一帶一路下,中國酒業應做好意見領袖 消費者根據地、國際標準、生產基地、市場聯盟 這五個基礎工程,中國酒必須跟著中國餐館酒 才能建立起中國酒的餐桌模式 適當時後在完線投資建廠 同時,行業協會、民間組織 酒企應成立一個一帶一路中國酒業聯盟來普團發展 酒企業協會、民間組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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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酒企業協會、民間組織